現在介紹一款就是小儀的家庭攝影機 因為最近家裡有需要買一台監視攝影機 等於是換一台新的 因為之前有一款感覺不太好 它就是比較舊的款式 然後它主要是它需要插上網路線 很不方便 只能夠受限於某些區域 所以後來找到這一款 就是價格相對便宜的小儀攝影機 它有1080p的畫素 畫質還蠻清晰的 要有雙向語音共通 最重要的是它有Wi-Fi的功能 所以只要用家裡的Wi-Fi 只要連得上它都可以使用 不過它這不是電磁式 它需要插電才可以使用 但是蠻符合我們現在的一個需求 它主要是就是狗在家裡的時候 就是可以監控一下 那首先來看一下它外觀 那Wi-Fi這個盒子呢 就是其實也簡簡單單 沒有什麼多餘的設計 乾乾淨淨的 蠻好的 那打開之後呢 裡面呢就是它的一個攝影機 一個包裝 很簡潔 然後我們把攝影機拿出來 那因為之前已經有大概做過一些設定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重新做設定 重新設定的時候呢 首先呢 我們必須要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攝影機 插上電源 它電源在旁邊的這個地方 來看一下它側邊的話 電源的一個插孔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呢 你用這個 所附贈的電源線 它是USB的 插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指示你下一步 那因為之前有設定過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reset 那reset的時候呢 主要在後面有一個插孔 來看一下 在這個位置的一個地方 把它轉到下面的時候 在這裡 有一個插孔的位置 用一個小小的回溫針把它插了之後呢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燈會開始轉黃 然後會指示告訴你 reset已經結束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做下一個動作 它會再告訴你下一步的指示 然後這當中呢 我們可以去下載它的 那個APP Android有Android的 iPhone有iPhone的 那我們現在主要是用iPhone的 然後現在它是處於 Waiting to connect的狀態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 軟體給下載到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當你下載好這個軟體的時候呢 這個軟體它是長這樣子的 說明書裡面都有寫 就是iPhone的這個 YiPhone這個 它一打開之後呢 其實它前面也有說明 告訴你什麼使用 但是這個都很簡單 主要我們是在這邊按加號 就增加一個CAMERA 那這邊很重要 要搞清楚你是哪一個產品 我的是Yi1080P HOME CAMERA 這一個 那我之前因為搞錯了 以為是這個 所以設定搞了半天都搞不定 然後按下去之後呢 那接下來看下一步的指示 I hear waiting to connect 所以只要按下去就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連結到Wi-Fi 要注意喔 你的手機的Wi-Fi呢 必須不是5G的 因為它不支援5G 會出現錯誤 或者 redirect 確定好之後呢 搜尋密碼之後呢 然後它會產生 一個Qar Code 按一下它會變大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做 Connect的動作 Connect的時候 這個時候只要放在前面就可以了 適當的距離 不要太遠也不要太近 它一切都 都有語音指示 然後現在在Connect to Wi-Fi 所以說QR Code已經結束了 Wi-Fi is connected 那你就看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然後現在就在等待 它現在在做 那個Pair的動作 做連結的一個動作 大概 很快的 現在可以使用了 按下Save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使用我們的 CAMERA 那這個呢 我們把它按下去就是現在CAMERA 實際看到的一個畫面 我們來調整一下 把相機的對焦調整一下 那這個1080P的畫面其實相當的清楚 雖然現在是晚上 可是它看起來畫面還是蠻銳利的 然後我們最主要需要這個功能 除了Wi-Fi之外 就還有動態偵測 還有雙向語音 雙向語音這個按下去之後 其實就 就可以使用 你可以直接跟你家的狗講話 雖然它也聽不懂 那但是你也可以聽到家裡的聲音 然後這個動態的部分呢 其實蠻好用的 動態偵測我們可以看一下 設定的部分 動態偵測的話 像在Setting的這裡 我們可以把 一般的 Nine Vision把它打開 然後其他的保持正常的設定 然後其他的 Smart Detection 那通常這個 Motion Detection是會打開的 然後要把你要偵測的範圍 可以做好設定 那像這個範圍來講的話呢 我們是要做 大概就是整個範圍的一個偵測 好了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打勾就可以了 然後再回到這邊 然後再回到這邊 那這個感應的靈敏度呢 不要剩那麼高 大概漏就可以了 不然你什麼都會偵測到 風吹草動都會偵測到 好之後 回到上一頁 Baby Crying 就是任何環境有一些奇怪的聲音 也可以給你一個Alert 然後什麼時候通知的頻率呢 設LOW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 你這個要插上那個記憶卡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 去營物 之後再用來做 faut進去 你去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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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